央视财经 尽早开展流感等疫苗接种 强化自身免疫屏障 降低发病风险 二是加强环境清洁 保持教室内卫生 定期开床通风 促进室内空气流通 提高空气质量 不过冬春季室外温度低 开床通风期间 注意做好自身保暖 三是加强健康监测 做好晨污检 因病缺课登记等 学生 教职员工 坚持不带病上课上岗 防止将传染病 已入学校或班级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 可能有严重病发症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 呼吸道传染病室主任 彭志斌介绍 流感并不是普通感冒 它是由流感病毒 导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人群对流感病毒 普遍易感 婴幼儿 老年人 和慢性病患者等 高风险人群 感染流感后 危害更为严重 可能会出现肺炎 等严重病发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流感在全球每年 可导致300万至500万的重症 和29万至65万 呼吸道疾病的相关死亡 国家卫健委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 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 伪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 目前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 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部分大型儿童专科医院 和综合医院儿科诊疗量增加的情况 得到一定缓解 从发热门诊和急诊整体情况来看 近段时间 全国呼吸道疾病就诊量相对平稳 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 分流了部分患者 全国整体正常医疗服务 没有受到影响 国家疾控局 近期出现过感冒症状症疑后 还建议尽快接种 有感疫苗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长夏刚介绍 如果已经出现过流感痒症状 在没有确诊 自行痊愈后 这种情况建议继续接种流感疫苗 尤其是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 降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除流感疫苗外 重点人群还建议接种这些疫苗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长夏刚表示 京东明春除了接种流感疫苗外 对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而言 还建议接种肺炎求菌疫苗 新冠病毒疫苗 对于儿童而言 建议在继续做好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基础上 还可以接种肺炎求菌疫苗 B型流感嗜血感菌结合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 飞出了 肺炎的重症 缴加进度 肺炎感疫苗